如果减薪20万换弹性上班值得吗 不会 因为还是希望多赚一点钱 好像可以 因为我比较注重生活品质 多少上班族希望上班时间弹性睡到自然醒 网友po问说 倘若A公司年薪100万准时打卡上下班 严格落实初缺情管理 但B公司年薪80万上班时间弹性 可以中午再来上班8个小时就好 两家的行业前景同情都一样 但多了弹性年薪少了20万 你愿意吗 数字会说话 假如工作时间都是8个小时 职务也都相同 那么年薪100万换算下来实薪520元 年薪80万实薪剩416元 减薪换弹性不太划算 就是时间自由比较重要 因为我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再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想用弹性工时多兼差 但也有精明的网友神回 其实不要弹性 要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少两个小时 实薪来到550元才会很划算 也有人说除非你能搞副业收入远大于20万 不然乖乖正常来上班 更有人说公司所谓的弹性工时 只会让工时上单 因为一切都是责任制 你的弹性上下班 你可能减少了工时 会影响同事 可能loading要增加 他去做一个计算 钱对你重要 还是弹性的时间 要怎么选择 其实在这不景气的时代 只要薪水正常 工作稳定 大家应该都能接受 东西财经新闻综合报导